今天上午收到胡总监的通知 就设计部要全体辞职 全体辞职 真羡慕你啊 其实我这次回来 是想追回我的前男友的 只可惜 他已经有女朋友了 苏醒 就是我最后一次 叫你这个名字 谢谢你 让我成长 我相信他的眼光 因为他从来就没害过我 虽然他嘴上总是把力挂在嘴边 但他真正注重的是名声和口碑 而你 在所有人面前装得人畜无害的样子 口口声声地说是为了我好 却才是那个真正利用我 和压榨我的人吧 我现在终于明白 你为什么会喜欢若南姐了 她好像真的有一种魔力 可以发掘每个人的潜能 每次只要她出现 就好像吃了定心丸一样 特别有安全感 我要是什么时候 能像她一样就好了 你现在不就是吗 你还记得你刚来的时候吗 我就感觉你是来闹着玩的 新鲜感一过就拍拍屁股走人 可现在不是了 完全感觉换了一个人 我相信 你总有一天跟她一样 会变成一个优秀的经纪人 真的呀 你真这么觉得 我什么时候对你撒过谎 太好了四伪 谢谢大家